记者黄文瑜台南报道,永康一名59岁的女性是荒者,解破烂为生已经20年,今年初她行经一片空地,见到18片铁维梨被丢在草地上,看起来像是没人要的废铁,当时铁价正高,她很高兴认为是受到老天的劝顾,耗费很大功夫把铁片一一搬上车,准备带去卖,想不到定是建商的铁维梨,因此告她偷窃, 但她居无定所,所以没有收到司法文书,不知道自己被通弃,原本以为减回收是做功德,多年来却因减错平均一年被告一到两次,而有窃盗,前科甚至入律服刑 银行派出所远警昨上午8时多巡逻时,发现她准备推拖车回家,要往车多的机车地下道走,便提醒她要小心输入资料后,才发现旅男在一天前成为通缉犯,便叫其他远警先把她带回警局,又因担心其他人把旅男车上好不容易捡来的回收物拿走, 因此步行500多公尺,帮旅男把身材工具推回她目前占据的停车场 旅男表示自己未婚是澎湖人,五个妹妹都嫁到台南,也带着妈妈到台南定居,妈妈过世后就一个人生活,她原本在工厂工作,后来老板将工厂移到中国,因此中年失业工作不好找,便以捡回收物为生 她认为有钱赚又可做功德,让环境更干净,当时是民国八十九年,很少人在捡,一开始生活都还过得去,但近几年,很多年长者也都出来捡非常竞争,加上价格起起落落,回收纸甚至价差掉超过十倍,每天要捡很久的回收物,走遍永康一个月大约赚5000元 旅男目前住在一处停车场,是好心人借她的,她眼眶泛泪说,很多时候放在路边的东西,明明像是别人不要的垃圾,就把东西捡走,却经常因为这样被告偷窃,无意真的偷人东西,也觉得很委屈,但如果什么都不敢捡,生计就有问题 1.